早晨,家主期間維修你的Proton 將有機會迎場iPad 2還有其他豐富的獎品 今日親臨Proton維修中心要獲得更多詳情 今天我們講一下娛樂圈 就好像剛才陶先生這樣說 他說每個人可能要找自己的爐 包括爸爸媽媽其實都要想一下 那條爐是不是那個小爐適合的 是不是真的玩iPad可以玩到第一名的那種 再找到錢的 近年來在亞洲地區有很多選秀活動 就有一些所謂的真人Show,Reality Show 在我們馬來西亞這裏都是的 有這個Who Wants To Be Mimic 不是不是不是 就馬來西亞偶像 有很多小朋友都會去參加 很多Daddy媽媽都會拉大隊去支持 就所謂發一個明星龍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陶先生你對於所謂的真人Show 這些去選這些Show 本來都不是有什麼大害的 因為這些Show 你應該當它是遊戲 玩一下 給小孩子出來 發揮 發揮一下 培養一下自信 見一下大場面 這個無可厚非 不過你就要小心 這些Show 十之八九都會對商品去贊助 他就是捧了你做完這個Show之後 那些商品達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贊助宣傳的目的 那你的子女如果做了這些什麼 小明星小天后之後 家長要想 跟著會怎樣 那個小孩子是多少歲呢 首先他是參加什麼Show呢 如果他是兒童參加那些Show Show完之後一定會告訴小孩子 你要回到學校讀書 一切生活如常 你多了這個名銜 這個要告訴他 這個名銜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只不過是一個虛榮的一個稱號 還是你在裡面學了東西 這次你會知道 出來自說話談吐什麼東西 及早讓他領略一下這個成人世界的荒謬 這個都可以的 不是很荒謬的 好了 少女了 我說十七八歲了 選那些什麼小姐選美 這個更加 你要去報名那些不怕的 沒有壞的 但是你要想著 你要理性一點點 萬一選完之後 殉難歸於平淡 那又怎樣 是不是會有這麼多電影公司 找你去拍戲 還是由唱片公司去找你去觀錄唱片 這兩樣東西 你要想這兩樣東西 比起十年前 二十年前 就差很遠 電影業就已經走向衰敗了 是吧 沒錯 最近是有一個明星拿到 這個最佳這個影后 不過那個叫葉德閑 已經差不多六十歲了 是吧 那個導演叫做許安華 是吧 他拍的戲是不適合小孩子看的 好了 這個電影業就已經慢慢衰敗 第二 唱片流行曲更加不行 因為網絡download 沒有了這些incentive 沒有了那些激勵 去唱片公司出事些 這兩條路 看上去好像還有在 其實就不是這麼走得通 你要參加這些選美 第一 你是不是真的要好 你的目的是什麼 做這些事情 你要為自己訂一個目的 除了夢想之外 還有目的 你的目的 是不是我還想拿一些獎品 想兩天 星州日報 南洋商務娛樂辦 做一輪這個988專訪做幾天 走到街上商場 每個人都有一陣子認識我 那就夠了 次萬名拍照 次萬名拍照 有筆獎金 那就夠了 這個是最低消費要求 你要遇到後面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是不是 如果沒有事情發生 你頂不頂得上 回到理工科學 讀書 或者去國立大學讀書 你行不行 如果行就行 就不怕 這個反而是一個很好的資歷 但不是 我抱著參加這些選秀選美 打腳石 平暴青雲 找個有錢人 跟著上電視 跟著是做大明星 叫第二容祖兒第三之類 這個心頭這麼高 要小心 十字有八七八 是不會發生的 是不是有一些錢規則 就是你踏入娛樂圈 我不知道大馬是怎樣 大馬可能不會的 但是香港 中國大陸一定是 一定是後面很多性 例如那些錢 其實真的很有想像力 那些性交易 老闆 老闆 監製 要跟你跟他什麼 你覺得頂得順 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樣 那這些 是不是跟你自小的家教 又違背呢 是不是 你身為的媽媽 是不是想個女兒走這條路呢 還是想他堂堂正正一點 是不是第二天 嫁回一個工程師做主婦呢 這些東西 沒有道德上是對的 有些人天生覺得 我平靈淡淡 就算是很有道德 是不是 一生人那個規規矩 做個主飯婆 家庭主婦 有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我不要做天后 我懂得唱歌 我懂得演戲 我生得漂亮 就算我到那個目的 我中間要付出很多 這些道德的代價 和這個上床給那個包 總之我要到那裡 道德到那裡 第一天我去威尼斯那裡 拿到獎 你們就不會記得了 這個所以是一個哲學問題 你要想清楚 我不是說道德道學者 我不是說這些一定不好 但是你自己身為一個女孩子 十七八歲 你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屬於這一種人 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一飛沖天 無不適代價 不擇手段 總之我要舉世揚明 是吧 有這種激情 這些激情 和很強烈的指向 未必是壞事 是吧 甚至你是有政治家手腕 背龍夫人 剛開始怎麼做到總統呢 都可以的 不是說不行的 是吧 但是你有沒有這個心理的承受力 還有有沒有這個意志和毅力 還有第三 你有沒有這個本錢 這些要計清楚 萬一你得不到 中間那裡是很容易 是會半途掉下來的 是 那你怎麼回去做一個普通的寫字流氓園 是吧 要想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很大的賭博 比起你嫁一個老公 一段婚一 那個風險更高 風險更高 因為你嫁一個老公 最多三兩年不喜歡離婚 沒有人知道 不是全世界都知道 這些呢 你和那個星光啊 那個虛榮呢 一離婚是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 韓國那方面 不是有爆出來一些黑暗的 一些潛規則 是啊 一定是 那很多韓國女性都定不住 所以就自殺 自殺啊 幾多 這些你看到 公務處不勝韓 都不是說表面那麼風光 那些自殺那些 就是缺乏一個心理承受的質素 或者他當初打算做明星 那個現實 不是他當初想像的 那麼純潔 那就是說娛樂圈是沒有辦法乾乾淨淨生存的 亞洲這邊就是這樣 是不是 印度我不知道 起碼韓國 台灣 中國 香港 都是這樣 像大中華區 是一個大染缸來的 是啊 因為這裡的文化環境是不同的 因為中國的傳統 它是叫做 棄子無情 表子無情就是棄子無義 它就看不起做的 心底裏面 中國人是看不起做戲的 嗯 它覺得唯有讀書糕 它都分身家入豪門 它都分身家入豪門 因為社會那裡 你看它不起 它最尾除了家入豪門 翻身 還有令到你尊敬它 再尊敬它之後 它還有什麼其它手段呢 所以你看西方的這些演戲 Meryl Streep 可以做到六十幾七十歲 它不需要給哪個有錢人包 這些呢 Emma Thompson 還有這個 K Winsley 這些它可以名正言順 去結婚 和導演結婚 離婚 都可以 它是不影響票房的 是吧 它不會因為老人 沒有了粉絲 是 相反呢 越老呢 可能粉絲越多 越吸引力 越年輕 西方英語世界 這個演藝是一個事業 是一個專業 是別人尊重的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就是中國的傳統問題 這些是殺兩千幾年 你知道那些歌女 是不是 還有那個阿叔 那個阿叔又猛 在茶樓裡拉搖 好像很淒涼 好像很淒涼 就是天涯歌旅 露天使 那些形象 是吧 深入人心 什麼煙雨紅旋 那些戲班 那些人 給面子給大天議 一會兒又被人包 被人欺負 黑社會 這個是和中國的社會 傳統很有關係 但是幾千年 它這樣下來 幾千年很根深剃固 但是呢 在西方來講 在英國來講 做一個舞台演員 在沙士比亞時代 就已經是很受尊重 而且賺到大錢 他做一個舞台的演員 或者做一個電影演員 那個地位 是和政治家 演說家 這些受人尊重 這是很大的差異 所以在外國 在荷里活 他的演藝 那個水銀燈的壽命 是可以終身很長 香港華人社會是不行的 因為我講過現在的中年人 專業人士 是不會去捧歌聲 不會去聽歌看戲 他們有自己的娛樂 那變成了 做明星 那個市場 全部是小孩子小女兒 全部是九零後 九零後 他們看明星 只看年輕人 就不喜歡看老 好了 那你因爲這樣 而得益 你是年輕貌美 你得到那些九零後的人的捧場 那到了下一代 00後 他們所需要看的 都是會年輕貌美的那種 所以他不追求那個演技 和演藝的功夫 只有樣子 只有樣子 這樣就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要怎樣才可以繞個彎回來的 沒有啦 因爲這個整個市場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那些給錢拍戲的老闆 他們不肯拍一些好像 比較深度的 陶姐這些這樣的戲 你知道嗎 許安華是我吃得很熟的朋友 每次他拍的那些蕭紅傳 這些沒有人投資 天水圍 天水圍 用包喜證 你看五十幾六十歲的人做主角 那些投資者覺得這些不賺錢 沒有卡士 那些四圍去籌錢是很辛苦的 除非大馬有個富翁 富豪 肯投資電影事業 是走許安華這條路 是要拍戲要講quality 是吧 的時候這樣就會令到華人世界 那個演藝的事件 比較健康一點點 這個對於做明星的 都是一種保障 因爲你的專業生 壽命可以長一點 你不用做到二十五六歲 二十七八歲 就這樣 比十七八歲 下一層靚毛 取代 那你那時候怎樣呢 二十八九歲 你就沒得做了 那又怎樣呢 那你做什麼呢 你要想這件事情 很淒涼 至少我燃燒過 法國光 沒有法國光 這樣就行 你的底線是這樣 是 你有人這樣 你到那時候 一撒那光輝 都行 那你到時候做避暑 你想想想 你荒廢了 那幾年你沒有讀書 沒有去拿一個學位 到那時候 什麼都不懂 沒有進修 從頭來過 那時候你會怎樣 所以一定 爲什麽那些女明星 有一個壓力 一定要加得好呢 那裏接不到她上岸 半天吊 在海中心 是更慘 一個 沒有做過 直直無明的女人 是不是 你覺得是上岸的 需要被救的 好 那轉頭回到檢靜中